大家好啊 今天去洛杉矶一个川普的高尔夫球场俱乐部附近的海边啊 那附近参加一个聚会啊 这是两个月啊 两个星期以前在群里面发布的一次聚会啊 这是这次算是阿明正儿八经的想聚一次会啊 上次我记得好几个月以前在洛杉矶也聚过一次会 但是那个时候太草率了啊 所以只有五六个人还是六七个人参加 我忘记了 我就当时我都没有做好什么准备啊 也没有把当时的参加人说的联系方式什么的 正儿八经的留下来啊 这样太草率 所以这次聚会的话 我希望把所有的联系方式都留下来啊 而且以后随着阿明公司的业务逐渐的进入了某种稳定状态 我觉得我会有时间定期的组织这样的聚会啊 让更多的三观近似的秩序相投 或者说自从道合的人能够有事没事聚一聚啊 在美国能够互相帮助啊 或者说在精神上能够互相支持啊 或者在秩序上能够完成一块啊 打成一片啊 其实人生呢很短暂啊 我们都没有时间和那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人产生任何交集 那纯属浪费时间 大家回忆一下 从我们一压学与小兽集到幼儿园 到小学啊 初中高中大学到到毕业工作到换工作啊 到我们搬搬家换邻居 我们还有多少人和自己长期保持联系的啊 很多人都是过眼云烟说实话 就像一辆公交车啊 我们每个人都会在某一站上车某一站下车 在途中你会认识一些人啊 其中呢你会收获一些朋友 其中呢一些人慢慢的完全的忘记了啊 所以从人生的宏观角度看 人啊 从一开始不懂得选择朋友 到最开始我们开始认真的选择那些我们要的朋友啊 对于那些和自己风马牛不相及 三观不同 牛头不对马嘴的人啊 果断拉黑删除啊 因为人生有限 生命有限 生命是由时间构成 是吧 生命是由精力构成 由你的兴趣构成 由你的热情构成 对不对 而那些风马牛不相及 和你完全八竿子打不着的这些物种 应该从你的 就像电脑里面也要定期的清理垃圾一样 是吧 家里面也要扫垃圾一样 所以我们要定期的清理我们的通讯录啊 我们的朋友圈 对于那些完全在任何领域 在精神上也好 志趣上也好 物质上也好 经济上也好 任何纽带都没有的这些人啊 我觉得应该把它拉黑掉啊 或者说拉黑比较难听啊 或者说就说扔掉 不要了啊 不要了 因为我们要把空间腾出来啊 去容纳更多的和自己 秩序相投三观相近啊 呃的朋友 所以阿民来美国这么久了 快一年半了啊 所以都还没有正儿八经的在 美国去认识这些和阿民 嗯 阿民想认识的这些人啊 因为阿民一直想脱脂脱脂啊 所以我想认识那些 呃 品德上或者说秩序上 或者各方面 让阿民觉得不错的人啊 把这些人 呃 聚成一个圈子 大家互相认识 好了 等到了那边再来拍风景吧 我认识的这些人 我认识的这些人